来 方律师爷在啊 你们最近这来往够频繁的呀 怎么又来了 我给你煮了点海鲜粥 你趁热吃吧 来 我不饿 你吃吧 我马上回来 这个 她不吃 我吃 海鲜粥挺贵的 这是怎么了 谁惹着她了吗 我哪知道啊 刚才还说这个融资会议 很顺利呢 谁知道这又犯什么病 那 那你趁热吃吧 好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经经不好 我们聊聊吧 坐 你今天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还是你生病了 你要哪儿不夫妇赶紧吃药 别像上次那样发高烧 下次人补偿命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医院了 爸有人照顾 有护工 有马杰 还有家人 不缺你一个帮手 不是 你这 怎么了 莫名其妙的 说什么呢 我知 你不是情愫 你是后知 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不要再围着我们江家人转迷 不是 你 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呀 还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我不能耽误你的时间 你该为自己想想了 我想啊 你想的都是别人 谁来惹醒你啊 该什么话我就说完了 我们要再见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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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好 有什么样不起的 我看着你 也没关系 不管是江村还是江家 都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好 你不是让我做回自己吗 我就做回霍迟 做回那个 根本就不认识你的霍之 要不要和姜总告别呢 霍之 不要再围着我们姜家人转 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喂 小雅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 明天也早就出发了 恭喜你重新开始了 以后去临海 就等你招待我了 没问题 那晚上一起吃饭 再给你送行 那晚上见 行 那晚上见 好 是萧大夫 张先生 特殊病房的六号床 是我父亲 我们之前见过 当时已经复杂着我们太太 江村啊 别装了 虽然你不认识我 但是我久了你大名啊 是 我或之是好朋友 怎么 找我走后门啊 我们实习生说了不算了 你别误会 我知道你跟他是好朋友 我就是想问一下 或之 他对你好吗 那要看你 用什么身份来问我了 如果你是以秦英苏 丈夫的身份 那恕我无可分拨 但如果你是单纯 以江村的身份 那我会告诉你 他不太好 他怎么了 怎么了 如果不是被卷进 你和秦英苏的恩怨里 现在霍之早就当上了 幼儿园的教导主任 说不定还和陈女生结了婚 可现在呢 他一无所有 没有了工作 没有了魏皇夫 甚至没有了亲人 你觉得他可能过得好吗 是我没照顾好他 江村 我就想问你 霍之对你来说 是什么 意味着什么 霍之明天就要离开秦岛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很有独自以太多 可以了 好 这下总算弄好了 走也能安心了 让你不放心的 就只有这个吗 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 刚才看你工作得那么认真 不忍心打扰你 不是让我开始自己的生活吗 干吗要来找我 听晓晓说 你要离开秦早 去哪儿 去临海 不如我回来 不知道 如果是你的话 可能就不回来了 不过你放心 我那边安顿好了 我就会把妈和姐都接过去 她不会再骚扰你 你知道 你知道往来不是为了这个 找回属于你的生活吧 我不希望你做任何人 做回你自己吧 不要做谁的妹妹 不要做任何人的替身 你自己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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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走吗 姜村 我没有你这么理性 把什么事情都分得开 如果我在这儿的话 我就忍不住要担心你 我会想帮助你和我姐 你自己的妹妹 也许离开这儿 对我是最好的生子 我能乘负吗 我就可以去她 我已经ко了 遇到你了 什么时候走 我送你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再见吧 我成人还有感觉 看着你心里玫瑰凋谢 摇摇一转猜对看情人 没拜拜浪费 爱过一切 再见 如果说风筝飞不了的冬天 这心里还是最长情告别 等被烟烟瓦解 等在夕阳搁浅 最后的剑影 谁为谁纪念 如果说这是躲不开的泪蝶 你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天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说爱你不变 还有半小时呢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若是我自己选的 我还是要一个人走下去 也不知道我当初劝你走 是对还是错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会好好的 我已经决定 把这里一切都放下 放下谁 江村还是你姐 两个都放下 霍芝啊 说实话 如果江村和你姐 不是这种关系 你会选择她吗 现在说这些 也没什么意义了 可能 可能我们两个 就是没缘分吧 只有无能为力 才会把这些归咎于没缘分 可是你们还没有 到这个地步啊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进去了 照顾好自己 我会尽量去看你的 一路平安 喂 妈 小植 小植 你姐不见了 怎么办呢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她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这么jal 因此 是什么地方